浓浓黑烟直串天气 港边渔船突然窜出火蛇 熊手火势烧得猛烈 情况一度为奇 石火渔船还不断滑动 就怕波及到港口内其他船只 消防队员急忙灭火 船主来到现场 眼看两艘渔船复之一具 相当着急 这边一见赶快才会烧进去 2号中午花莲渔港 这艘台客号渔船 因为不明原因突然起火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由于台客号与其他两艘渔船 绑在一起 消防人员赶到现场 其中一艘渔船也跟着烧了起来 大伙赶紧将另一艘 还没起火的渔船拉开 所以因为有两艘的火势比较大 就我们把一艘船的船绳解开 避免再受到波及 仅销出动多辆消防车 还好火势在一小时之内扑灭 但起火的台客号渔船 竟又出现漏油情形 就怕污染海域消防队员 赶紧利用吸油棉拦油锁 紧急处理 那两艘渔船都未满十顿级 那初步有船舱级甲板 有遭受到注农分会的情形 只是现场一名协助灭火的船员 有些微呛伤 还好送一只后并无大碍 所幸当时渔船上没有其他人 否则后果可能不堪设想 但两艘渔船已经烧得金光 损失恐怕难以估计 记者吴彩薰花铃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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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